700年前,當《聖經》在倫敦給翻譯的時候 因為《聖經》的開啟和聖靈的驅動 基督徒開始以小群的認識聚集 他們帶來很大的復興和轉變 而這些復興也帶來了全球的影響 他們彼此負責帶來信仰上面的準則 標準、質素也在當時被釐定 當時也有可靠的量度 去量度究竟讀經是否一個正確的認知 因為神話語的復興和神在教會裡面的工作 而令很多這些小群組聚集在一起 讓我們祈禱再一次這件事會發生 而全地會因為有這樣的復興 基督徒會再一次以小群的認識聚集在一起 去彼此禱告 在教育、職場、政治、娛樂、媒體 各樣的層面裡面我們都要看到這些轉化 讓我們在一起有目的地去禱告 相信神不會呼召基督徒像這樣 彼此負責任和問責 祈禱神你興起這些可以信任的基督徒 不論他是做生意 或者任何各個層面裡面 這些基督徒都可以被信任 讓我們一起祈禱 祈禱我們感謝你過去你所做的事 不論過去什麼黑暗 但是你都將光帶來黑暗裡面 祈禱我們祈禱你將光帶來 讓基督徒可以一起彼此因此相處 但是他們不會可怯 讓我們都可以被興起有基督的樣式 神國的代表帶來轉化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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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